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将结果以集合表示 S集合等于1 2 3 4 5 6 此集合称为这个试验的样本空间 里面的每一个元素我们称为样本或样本点 而样本点的个数以N of S表示 此时N of S等于6 同样指骰子 若如果我们观察指数的骰子 面朝上的点数是奇数还是偶数 则只有奇数与偶数两种可能的结果 此时的样本空间S等于奇数偶数 此时N of S等于2 再举一个例子 丢值一枚硬币一次 观察是正面还是反面 值硬币的结果的样本空间为 S集合等于正面反面 样本点的个数N of S等于2 接下来让我们思考 如果丢值一枚硬币两次 观察每次出现的是正面还是反面 则其样本空间为何 有样本点个数是多少呢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利用穷居法列出所有的可能性 丢值一枚硬币两次 第一次有可能出现正面反面 第二次也可能出现正面反面 所以其样本空间可计为S集合等于 正正正反反正反反 样本点个数N of S等于4 一般而言 如果想要找出样本空间 除了利用穷居法 我们还可以透过数状图 例如第一次有可能出现正面反面 第二次也可能出现正面反面 这样我们可以找到 样本空间S等于 正正正反反正反反 如果只两枚公正硬币 试验的结果 我们仅关注正面出现的次数 则此试验的样本空间 S集合等于 零次一次两次 样本点个数N of S等于3 接下来请同学思考以下问题 只两粒验子 观察所有可能出现的点数 则其样本空间与样本点各数为合 只两粒验子 第一粒有可能出现 一点 两点 三点 四点 五点 六点 第二粒也可能出现 一点 两点 三点 四点 五点 六点 我们可以利用表格或是树状图 找出所有的样本点 所以其样本空间 可计为画面上呈现的集合 样本点个数N of S等于36 接下来我们看以下立体 带子中有红 绿 黄 三颗球 连取两次 每次取一球 且球取出后放回带中 观察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 则其样本空间与样本点各数为合 我们可以利用树状图 将所有结果找出来 样本空间 S集合等于 红红 红绿 红黄 绿红 绿绿 绿黄 黄红 黄绿 黄黄 样本点个数N of S等于9 接下来请同学想想 如果我们把条件从每次球取出后放回带中 改成每次球取出后不放回带中 那此试验的样本空间 与样本点个数又会变成怎样呢 带子中有红 绿 黄 三颗球 连取两次 每次取一球 且球取出后不放回带中 观察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 则其样本空间与样本点个数为何 样本空间 S等于 红绿 红 红 黄 绿红 绿黄 黄红 黄绿 样本点个数N of S等于6 如果我们再把上述条件做修改 带子中有红 绿 黄 三颗球 一次取两球 观察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 则其样本空间与样本点个数为何 答案为 样本空间 S等于红绿 绿黄 黄红 样本点个数N of S等于3 本单元介绍了古典纪律中的重要名词 试验的所有可能结果 所成的集合称为样本空间 通常以 S 表示 样本空间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我们称为样本或样本点 而样本点的个数以N of S 表示 经由这支影片 希望你已经学会如何写出一项 试验的样本空间 以及计算样本点个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